小诚以自度为先 先考虑自己了圣死 至于说成佛度众生 这个事情没考虑过 但是修行很精进 这一类修行人 如果发愿往生也可以 一无妨碍 没有障碍 悉得往生 都可以往生 道比先正小果 到极乐世界 依之前的修学习惯 正小诚国位 所以中秦往生的聂佛人 经文上说 到极乐世界 正阿罗汉国 那不是说极乐世界 没有小诚吗 怎么他正阿罗汉国 正义即转向大 他不会停留 小诚修行人 这个习惯不容易改 什么习惯 就是自了的习惯 很不容易发起大诚心 发起成佛度众生的心 对于这一类众生来讲 是难的 可是只要他们愿意往生 可以 往生之后 阿弥陀佛 有方便会启发他们 有方便会启发他们发大诚心 所以到极乐世界 从智力修行的层面来讲 他正小诚果位 但他不会停留在小诚境界 转向大 所以转向大乘 再也不会退到二层 顾名二层 总顾生 所以说极乐世界 都是大乘菩萨总性 到极乐世界 之前什么身份 不论 在阿弥陀佛的 善巧引导下 都是菩萨发言